现在给大家讲一下如何调配固化剂 这个就是用于在纺织品墨水上 固色作用的固化剂 这个固化剂呢 使用的时候是用多少调多少 不要全部一下把它调了 然后它的调配比例呢 就是固化剂一份 然后酒精这个里面装的是酒精 酒精是酒份 就是一笔酒 然后我们就用一个小的饮料瓶盖 把这个里面倒一瓶盖 然后把它倒在那个喷壶里面 这就是平时喷头发的那种喷壶 然后再把酒精 酒盖 从公司倒入酒盖 这是第酒盖 倒进去以后呢 把它摇匀 然后把酒盖盖上 然后用这个呢 调好的固色剂呢 把衣服表面先喷湿 比如说我们想在这个衣服的这一块 打印一个图案 然后我们就要用这个固色剂 喷到这一块 把它喷湿 湿到什么程度呢 从反面都能感觉到衣服是湿的 把它喷透 整个湿透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了 整个能连反面摸都是湿漏漏的 用手能够摸上去感觉是湿的 就可以了 然后让它晾干 或者用电吹风把它吹干 然后就打印 衣服喷好物色剂干燥以后 可以将衣服放到这个衣服脱架上面 我们自美的A4平板机 每个都有一个放衣服的脱架 衣服不平整 由于这个下面是金属的 我们可以有选配件 这是一个强磁条 它有很强的磁性 把它放到上面 给它它就能够吸到这个上面 前后左右 是个磁铁 不平整的地方还可以拉一拉 拉一拉就很平整 然后这磁铁可以放在反面去 上面就非常平整 然后将多余的衣服 全部塞到这个里面去 全部塞到这个里面去 衣服塞好以后就是这样 这个磁条呢 是选配件 如果需要可以找我们客户另外购买 然后把这个统好的衣服放到 托盘上面 这前面有个柱子卡上 后面有个孔对上 装瓶 那么我们这里呢 它衣服因为有不同的厚度 我们要这样看 这个衣服和这个前面的这个 小平台的高度 要保持一样高 不要太高 如果说这个衣服高了 怎么办 我们把这个取下来 我们这里有四个小柱子 这四个柱子呢 都是一节节的小磁铁片 拿掉一个呢 它就矮一点 我们发货的时候 这个柱子呢 就放在这里了 它不是垫在这个下面的 所以你到时候要把它 分成四个相同高的柱子 放在这个地方 那么现在我们去掉一片 因为绷了一层衣服上去 增加厚度 我们去掉一片 然后把它放下去 这个高度就做好了 如果说你衣服超过它的高度 打印的时候 喷头就会刮到上面 导致把衣服称脏 衣服就报废了 好 然后我们把这个托盘 放进打印去 然后我们把这个托盘 然后我们把这个托盘 放进打印去 按键软件 每一台打印机 我们都会赠送一个 REP 打印的软件 这个是一种 是一个控墨软件 它可以控制打印机的出墨量 让打印出来的衣服色彩更宣艳 这样我们设置好图片 现在就打印一个小朋友的照片 打印人物照片的时候 尽量打印精度要高一点 让它打印速度慢一点 这样更清晰 仿制品墨水呢 我们提供了ICC酵色 能够打印在仿制品上 就和照片的颜色接近 我们可以看一下 头发书都表现得非常清楚 连耳朵上的小绒毛 都能表现出来 你打印精度非常高 然后再看色彩 非常漂亮 很还原电脑里面的色彩 打印出来 打印出来之后 不要马上把衣服就取下来 因为这个上面还有很湿路路的墨水 不小心一碰 就把衣服碰脏了 所以呢我们先用电吹风 它表面没得推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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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把它取下来 在这里呢 大家可以买两个 这个放衣服的脱架 在这一个取啊放的时候 另一个就已经可以开始打印了 那么这样呢 就可以提高效率 就只是这一块 这一块全配两个 衣服打好以后呢 我们要对它进行加热固色 这样它就可以耐洗滴 这个是一个压烫机 这个压烫机上呢 有两个电控的开关 这一边呢就是控制温度的 这一边是控制时间的 可以调整时间 这一个呢 是可以抬抬起来的 嗯 加热的在这个上面 是热的 下面是硅胶的软垫 我们先将这个压烫机 开起来 让它升温 升温到一百二十度的样子 然后呢 我们就将打印好的衣服 放上去 压烫三分钟 这个就可以耐洗滴了 温度到了一百二十度以后 把衣服放上去 然后把这个压下去 这里是一个时间继续器 它到了三分钟的时候 它会鸣叫 这个时候就好了 它鸣叫了之后就好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去洗滴再试一下 然后我们就可以去洗滴再试一下 我们再把它打去 我们洗的时候呢 只洗一半 只洗这一半 这一半不洗 就可以比较一下 等它干燥以后 比较一下 现在洗滴的程度 现在洗滴的程度 我们打 撒撒洗个冷 这里 洗个冷 可以到 然后我们来洗一下 然后我们来搓洗 一般下去以后这样洗一下就已经很不错了 还可以再搭点盐盐 放点盐盐盐 干干干干洗几后的下午 卖洗几日不错的